那我们下来可是要选人了 好 因为要来看一看 他们有各自不同的标准 我们首先看一下 单总这边 你有什么样的测试考核 让为谁盖章 我要郑重声明 这个测试考核 不是我自己想的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节目组 导演编导团队 高超的创作能力 这个如此的巧思 说我考验接口能力 给我准备了两个芹菜梗 多是节目组的 还蔫了 对 很妙 她的巧思就在这儿 我问她为什么蔫了 她说因为要接暗梗 那么这样好不好 就像婚礼的时候抛捧花一样 对 单总 抛捧花 新娘 你希望把捧花 抛给到哪一个 接收你这份幸福的人呢 各位 全场倒计时 接收到这份幸福的会是 三 二 零 一 抛了 六 连落地都没有落地 好 来 开了 对了 你看 旁边小棠 是试图变换位置去抢这个梗 她已经穿越人海了 可能无缘吧 那我们就这样 先来进行李诞 为余淑欣预言盖章的神圣时刻 好 我成功了 谢谢 我的荣幸 我的荣幸 好 我们一起向阳生长 祝愿你们充满更多阳光的能量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看贾伦 我就是想选在综艺里能让人记住 然后反应快的人 那我们就这样玩一个互动游戏 考验一下他们的反应 你已经有游戏了是吗 对 我有一个游戏叫心口不一 就是说我们出数字 一到五 就是你嘴巴里面说的 和手上比的不能一样 每一次摆好 有人错了就出局 可以 这还挺难的 走神了之后就会很难 接下来心口不一游戏 我们要捉队进行比赛 前排组 后排组 各出第一位 那我先来吧 谁跟他来 我 好的 你好凶 铁牛 铁牛上 雨昕对抗铁牛 这个厉害了 小棠如此不服气 我们来看看到底玩得怎么样 心口不一 开始 一 二 五 四 五 好 哈哈哈